總之我們有任何的 我們只要能夠確診的病人 我們就會及時跟大眾來做宣布 基本上大概我們指揮中心運作 這麼久以來 基本上我們大概是 以專家的意見為主 當然經過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基本上大的政策 或大的一個疫情 只有我來親自給社會來宣布 4月29號 所以可傳染期是4月26號 你更保守一點24 25 那最多了 然後那段時間他大概 也是在那個時間以後 才是受感染的 所以那個我就好像知道 有花東的主機大概是20號的 是20號 那個主機已經對這個傳染 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第二 他在上班的地方 大概我們全部都已經通知了 政策上面有錯誤 我想就是說 政策還是都可以被討論的 覺得有錯誤就要把它指出來 我們大家才能夠做進一步討論 但是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 事後發生的 大家做評論 評論可以 那也不能講錯誤 當然是在社區感染的一個邊緣 目前來講我們是一個家庭內 同住家人的親密接觸者 其實離社區感染已經很近了 很難現在1號傳播層到目前來講 還沒有辦法確實的來釐清 因為他有幾個可能 當然你有可能當然就是 一個是我們國內的機師 然後從國外染疫帶進我們的旅社來 然後或者是外國籍的機師 他在過勤的時候 在飯店留下相關的可能性 然後傳染給我們的員工 員工之間互相的一個傳播 這邊員工的一個傳播鏈 然後再傳給其他的一個 就是住在裡面的人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當然是員工從這個社區帶進病毒來 帶到裡面 那個就嚴重了 目前來看起來 這樣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因為周遭的人經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檢視之後 並沒有大量的這種的PCR陽性的 在社區裡面 所以從外面進來應該是比較 那個是比較不被考慮的 當然現在看起來 我們就有幾株的病毒株 這個基因定序是完全一樣 另外還有1101跟1102 他的基因定序 他們兩個也略有不同 各差一個到三個的基因 跟其他那個比較大組也不一樣 所以不排除有多重的 這樣的一個感染 然後進到這個諾富特裡面來 可以看起來 但是我們看起來 是在這裡 那是個人的 強力看起來 不一定的 這個分別 是我們 有今天的能力 帶給大家